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台湾桃园大潭关塘工业园区 将要兴建第三天然气接收战议事 引发了藻礁保育争议 而对于台行政机构日前重提增气 减煤 斩绿 非核的能源政策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批评称 能源政策需要务实处理 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以口号式 神主牌式方法来处理 恐怕难以解决燃眉之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立法机构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21位民意代表 15号赴桃园大潭藻礁区 以所谓准工厅会的形式 邀及台经济部门 环保部门 营建部门等与环保团体对话 与会的当局代表坚称 以缩减第三天然气接收战开发区域 并未破坏相关工区藻礁 环保团体则怒呛说谎 民意代表也质疑 无法厘清开发面积以及对生态破坏程度 随后实地勘察藻礁富裕是否受到工程的影响 台媒报道称 此次虽然是投票联署后 当局部门与环保团体首次面对面沟通 但双方依然毫无共识 你们看到的那些照片 我们都不会开发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个 我再说一次 我们看得到G1 G2区也好 关心也好 甚至有部分照片是白玉也好 我们不会开发 你可以看到一片的红色 但是不代表说 只有这个红色的需要保护好吗 代表的是只要这个地方是一群的交体 它就是一个多孔系的环境 多孔系的环境叫做海洋生物的育婴房 你们今天有没有尊重我们大团体 你们要来就来 要把他赶走就赶走 你们用公投的方式 我们亲和以堪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 台湾环保团体推动的藻礁投票有望成案 牵动台湾能源议题 台行政机构再次重提增气 减煤斩绿非核为主轴的能源政策 对此国民党主席将启臣日前批评 能源政策需要务实处理 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以口号式 神主牌式处理 恐怕难以解决燃煤之急 他表示 才当局花五年时间大力推广所谓的绿色能源 但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有什么成绩 才导致像藻礁台中火力发电厂这类问题 至今仍然争议未决 或者是找不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认为 藻礁问题其实就是能源问题 当局应该好好检讨 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 蔡当局力推2025非核家园 其中天然气站能源的配比高达五成 而现在要见天然气接收站 其引发的藻礁保育议题及其背后的影响 也在岛内各界持续引发议论 台湾联合报报道指出 藻礁风暴持续延烧 除了政治层面不利于民进党的声势 以及2022年台湾县市选举中 绿营的布局以外 如果藻礁投票通过 并且影响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进程 那么恐怕也就等同于 蔡当局能源政策的转型失败 也有国民党及民意代表发文表示 藻礁投票联署已经有约70万份 而在联署的过程中 蔡当局从漠视环保团体的诉求 再到无所不用其极 在其与民意的对抗之下 不但迥态进出 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的 左之右处 目前台湾各界持续关注 是否会有天然气接收站的替代方案 只是根据当局相关官员的表态来看 依然是没有定论 以上摄像师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14号报道 首批赴台的阿斯利康疫苗 即将可以开始接种 但是台湾的医护人员 仅有三四成愿意接种 不仅如此 岛内民众对于即将问世的 台湾产疫苗也是一律重重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初步调查显示 列为优先接种群组的医护人员中 只有三四成愿意接种英国疫苗 此前部分欧洲国家发现民众 接种该疫苗后出现血栓个案 紧急宣布还打 台湾医疗界人士透露 施打医院低的原因在于 护理师们不清楚该疫苗 害怕接种之后会出现副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却表示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 还是呼吁持续施打阿斯利康疫苗 不排除由蔡英文带头接种 增强医护人员的信心 不过蔡英文方面的回应则是 一切均依专业评估及判断 但认为应该让长者 高风险族群 第一线医护及防疫人员 能够有优先施打的机会 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那有一些地方也停打 相关的一些可能的副作用 那当然在访干 或者是在打疫苗的时候 跟民众清楚地说明 多想也不排除了 不要先看够不够用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直言 说穿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话术 蔡英文等人还是最终 很可能不会去打疫苗 面对台海危机时 蔡英文声称 我们不畏战 苏贞昌海扬言 拿扫把也要周旋到底 现在连一支针都怕了 第一线指挥官陈时中 更是不敢身先士卒 还宣称不会跟人家抢 这样的台当局 如何让人信服 出于对阿斯利康疫苗的担忧 不少岛内民众关心台湾产疫苗的进度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却准许岛内两家新冠疫苗厂商 只要做完第二期试验 就可以获得紧急授权 对此有网络媒体12号 就对台湾产疫苗 无第三期临床试验 恐难被国际认可 会不会影响你接种台湾产疫苗的意愿 等议题进行网络民意调查 截止到12号下午 共有3000多名网友投票 结果发现有80.6%的网友认为有影响 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比例为69.2% 其他疫苗也有传出副作用 你会不会担心 表示非常担心的比例为32.3% 还算担心的占28.2% 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畔 有一片利用大海潮汐运作的水产养殖场 台湾企业韦风水产 依靠专业的养殖技术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努力保护着自然环境 更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广西北海市 北部湾的海水携带丰富营养 涌入大片红树林 饲养出成群的小鱼小虾 在闸口镇 肥沃的潮汐每天灌入一大片养殖场 这里是河浦县 柜台尾峰渔业核心示范区 飼料就跌两层 不要跌到三层去 来自台湾桃园的厂长李献阳 正在集合员工 安排领取不同片区的鱼饲料 西石168 西石也是168 天然营养的海水 加上合适的饲料 就能让七星炉 石斑鱼 金鲧鱼 长得肥肥壮壮 示范区里 海水养殖面积超过800亩 必须每天通过监控 来观察鱼儿的吃料情况 今天李献阳发现 这个鱼塘有点不对劲 这比较活跃 比较跳的 属于比较正常的行为 飼料比较差的 它水化没有那么大的部分 今天我检测它的水质 溶氧素质是6.2 水温是21.4 符合我们的养殖需求 吃了饵料状况不好 把它采取一些样板回去检查一下 贫习值太高太低都影响鱼的食欲 咬消算正常的范围的话 在大概0.05 看它那个有没有寄生虫存在 另外再看它塞尸血管 是不是有发炎的现象 像这样实施监测水和鱼儿的状况 才能保证生产品质 尾峰水山有限公司 2017年入驻北海市 厂长李献阳也从公司 在台湾高雄的养殖区 来到了广西北海 虽然管理这么大一座养殖场 非常忙碌和辛劳 但是它却乐在其中 鱼自由自在地 看起来心情非常愉快 花一些时间慢慢地照顾它 慢慢地看到它成长 像我们养个小孩一样 像我们这边一个鱼 我们又把它测量 心里就蛮有人成就感的 这种场区里面 心情特别愉快 随着潮起潮落 海水注入鱼塘 又从鱼塘流归大海 受惠于大自然的优质水源 养殖场也在努力 把水清洁之后 再还给大海 整个养鱼场的 56个大养鱼池 所有鱼的排泄物 最终都会汇集在 这样的两个大沉电池里边 我们现在站在鱼的排泄物中间 可是一点难闻的味都闻不到 因为有这些辛苦工作的蛤蜊 它们把水净化之后 我们再把水排回大海 这些水质的话 如果有问题 这个棒类就无法生存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海洋水弄回来 我们再养鱼 所以我也不可能说把海洋水污染了 我也把它弄回来 专业化的设施和技术 让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变为可能 更让养殖场能在全年进行高密度养殖 然而在2017年以前 这里还是一片分散经营的养蝦糖 因为冬季气温低 本地农民每年只能有半年时间用来养蝦 伟风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一成 受到当地政府邀请 将这里原本粗放的水产养殖 向着专业化规模化来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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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岛内医护人员对此款疫苗接种意愿不高 绿营政客又为何不敢带头打疫苗 请收看短期海峡两岸 民进党政客不敢带头打疫苗被嘲讽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湾好不容易采购到了十余万剂的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正在准备开始施打之际 欧洲多国却传出了有接种之后出现血栓的病例 引发岛内的疑虑 而民进党籍的高官在受访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我先打 大家都是在躲躲闪闪 台湾的医护人员为什么不愿意接种 好不容易采购到的疫苗呢 而民进党政客又为什么不敢带头施打疫苗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台湾政治大学的兼任副教授赖月钦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于强教授 欢迎两位 商城好 于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商城好 赖月钦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判疫苗等疫苗 现在好不容易台湾当局是拿到了一批疫苗 但是据报道说 目前岛内施打该款疫苗的意愿并不高 究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这一批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 在台湾究竟有没有通过检验呢 在前一段时间从南非然后一直到德国 后来又在韩国 现在又回到欧洲 都传出AZ这个疫苗有问题 有好多人打了以后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的反应 有血衰的现象等等 这些情况的时候就造成了台湾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本身的不放心 他们对于这款疫苗本身有很多的忧虑 在3月10号的时候 陈时中他对外说 根据他所掌握的讯息 台湾的医护人员 台湾的医护人员有33万人左右 33万人要分配11万7千剂这个AZ疫苗 当然是不够因为每个人要打两剂 那每个人要打两剂 理论上讲大家应该是守在第一线的人 他应该是最有意愿要打的 但是由于AZ疫苗传出来的这一些 情况使这些医护人员 对于相关的数据给掌握 以及它发生在韩国人身上 会不会也发生在台湾的民众身上 他们有很多的担忧 特别是在于还没有开始施打 所以他们不知道情况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就开始传出说 施打的意愿不高 但是陈时中却在3月10号说 有七成的人 要施打这个疫苗 医护人员 不过又隔了几天 媒体传出来了 说应该就有三到四成的人 有意愿施打这个疫苗 那怎么会出现这个罗生门呢 所以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费洪泰 他在立法部门的时候就问了陈时中 就是说根据媒体的报道 以及他们所能掌握的讯息 是不是台湾的医护人员 他们本身普遍的没有施打的意愿 陈时中他本身在这个时候 他就不敢回答说 有七成的医护人员愿意打 他是说他们有一些担忧 但是他们不排除请蔡英文 出来施打这样的一个情形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等于是间接证实了 台湾的这些医护人员 有相当大的成分 也就是很有可能根据媒体 所传出来的掌握的这些讯息 三四成的医护人员不愿意施打 这个新闻可能是为真 的确大家着急施打疫苗 本来是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 但是像前面报道中所提到的 这款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 在英国已经出现了 施打之后出现血栓的病例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国家都已经宣布 暂停施打该款疫苗了 那么这是不是反映出 阿斯利康疫苗 它的安全可靠性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刚才赖教授也谈到说 台湾民众其实对于施打阿斯利康疫苗 还是意愿不高 因为其实台湾的媒体 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报道 跟这个疫苗相关的新闻 台湾社会很关注 阿斯利康这个疫苗 其实从一月份开始 一直会有一些风波 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底的时候 欧盟就批准了这款疫苗上市 但是当时批准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欧盟把他跟阿斯利康的 那个合同给拿出来了 给大家看 为什么要看呢 是因为阿斯利康当时说 说因为阿斯利康的供应链 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供应的剂量 可能不如以前预期的那么大 然后欧盟就把合同拿出来了 说你得给我按照合同 规定的要供应 所以这是一月份的时候 那到二月份的时候 后来南非就发现说 就是在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 阿斯利康对于这种变种病毒 它的效用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后来南非就停止了 就暂停接种阿斯利康这款疫苗 然后后来大家又发现说 欧洲比如说像德国 德国就规定说 65岁以上的民众 不要接种这款阿斯利康疫苗 然后比如说像西班牙 像比利时就规定说 55岁以上的民众 不要接种这款疫苗 那这些新闻 其实在台湾看到之后 民众心中那个问号 就越来越多 这是二月份 然后到二月底 三月初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说媒体就开始有报道 比如说像挪威 像丹麦 像奥地利 像意大利 就出现了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 出现了不良反应 比如说有血栓的 有一些甚至出现了死亡的案例 确实大家也是在官网 因为毕竟新孙疑虑 像您所说的 既然有问题 那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如何来解决 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那么面对现在台湾社会接种 新冠疫苗意愿不高的情形 陈时中就公开表示说 为了给大家增强信心 不排除考虑 让蔡英文带头来接种 也就是做一个表率 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 我们看到蔡英文并没有点头答应 而是说出了一大堆的理由 言外之意就是他在委婉的拒绝 那为什么他不肯打第一针呢 大教授 是的 当陈时中带蔡英文回答说 如果医护人员有这样那样的担忧 他不排除 请蔡英文来率先施打 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来 很明显的他没有先跟蔡英文商量过 他是帮蔡英文来做宣布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在第一时间 在他的脸谱上 他就放出一个讯息 说这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应该让年纪大的 65岁以上的人 医护人员跟需要的 这些重症的 他们优先施打 那言下之意也就是他排除 他要去施打的意愿 语言听起来很委婉 好像就是很礼让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大家担心啊 连医护人员 他们这么懂这个领域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 那样的一个忧虑 所以你政治人物应该要做表率啊 但是你这个政治人物 不敢做表率 然后好像讲的这些四面 八方的道理好像很稳 很礼让 很谦让 说给医护人员先打了 给这个年纪大人先打 给有需要人先打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但意思也就是他不打嘛 他就是不打嘛 号称超前部署的蔡英文当局 对外声称 我没事 你先打 这是否在一点一滴 消耗民进党当局的防疫公信力 一年时间 台湾从台湾能帮忙 到台湾需要帮忙 都发生了什么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除了蔡英文不肯打疫苗之外 我们看到像苏贞昌等等 其他台湾行政机构的官员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受访的时候也都是躲躲闪闪 显然心里也是非常的害怕 那么作为当局的官员都不敢打 大家自然就更不敢打 大家对于台当局所说的防疫公信力 也是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不但不带头打疫苗也就罢了 那么对于大陆的防疫的一些成绩 包括大陆要提供疫苗的这种做法 他们仍然是在抹黑攻击和拒绝的 所以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的做法 刚才蓝队说谈到说 蔡英文在打疫苗这个问题上 有点吞吞吐吐吐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在往回缩嘛 也害怕 在萊猪之间问题上 当时就问呢 问陈时中说 那你要不要直播吃萊猪 陈时中说我有三高 那问经济部门的负责任王美花说 你要不要直播吃萊猪 王美花说一天可以 一个月也不行 好 那不断地问 而且当时后来又问苏贞昌爱 说你要不要直播 苏贞昌说我不要 好了 都不要 那一定这里面有问题嘛 好 那莱猪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他才发现说 哎呦 那怎么这一次 在阿斯利康这款疫苗上 他们的蔡英文 苏贞昌 都在往后退呢 那民众新闻就会想说 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 没有告诉我们 而且苏贞昌和蔡英文说 说这个 说疫苗不够 没关系啊 因为苏贞昌 蔡英文和陈时中 你们三个人一起接种才6剂嘛 台湾有11万7千剂 没关系 你这6剂 你们三个人打下去 很重要 因为增加大家的资讯心 但是你们三个人 为什么都退 一个人退可能是个人问题 三个人都退 那民众就开始打问号了 那至于民党当局 不断地去攻击大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 其实民众也看得很明白了 第一个就是 大陆防疫做得好不好 不是你台湾当局来做评判 然后你自己在那边 酸言酸语 最后只能是显得你有问题 我们大陆的防疫的成就 大家都看得到 好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在很多问题上 民党当局这个弯是越来越难转 比如说国交委会 宣布说用我们大陆的疫苗 好了 你看台湾当局怎么解释 那个弯根本没法转 因为民代表就问他说 人家国交委会都用 那你怎么看 他就讲不下去 这个弯他现在越来越难转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口气都是 我没事 我健康 你们先打 好像是非常的谦让 但是烂教授 您觉得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是在考虑民众的利益吗 有人就问 陈时中你打不打 他说 我不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所以我不打这个疫苗 我不能打疫苗 可是人家问说 那你既然不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当初这个有关于新冠肺炎的检验 你怎么第一个就赶快跑去检验了呢 而且还用那个公家的钱 不是用你个人的钱 这个时候他说 我是负责这个的主管官员 你想想看 怕自己被感染 要检查自己被感染 但是不准民众自己检验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说他是第一线的主管官员 那当AZ疫苗有问题的时候 要问他要不要打 他就说 我不是第一线的人员 先礼让这些医护人员先打 你还就问到苏丹昌 那你打不打 苏丹昌说 哎呀 那个大家先打吧 如果真的没有人要打 我再出来打 那怎么会没有人要打呢 多少还有一两个人要打 那结果有人要打 那苏丹昌就说 你看还有人要打 我就不用先打了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特性 那当然 碰到蔡英文 他说你让年纪大的人 你让这个生病重的人 你让这些医护人员 所以要相信科学 要相信科学 但是蔡英文他不愿意走在第一个人来打这个疫苗 道理很简单 这就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特质 他们的特质就是 在安全的地方含用 一旦觉得有危险 或是觉得他对身体有害的时候 他就说 我有三高 不能吃莱克多巴胺 我不是第一线人员 所以我不能够先打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特质了 总之面对这次民进党政治人物 不敢带头施打新冠疫苗的做法 是受到岛内民众极大的嘲讽 大家纷纷表示说 面对台海危机 苏正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都表示绝不畏战 甚至还要拿着扫把周旋到底 大有一种不畏生死的勇气 但是这一次 怎么会在小小的疫苗面前认怂了呢 可见 只有碰到好处和利益的时候 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人物 一定是冲锋在前的 那么现在碰到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威胁 他们都会打着 绝不能享有特权的旗号 来让利于民 试问 难道民进党当局就是这样 把台湾民众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的吗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赖教授 谢谢商臣 余教授 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余教授 谢谢商臣 赖教授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也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 请不吝点赖教授